台南人剧团的Q&A首部曲跟二部曲一起连演用六个小时完整呈现 首部曲完成于2010年 当年节奏比较快速 嬉闹而且轻松 这次演出将会把首部曲的步调放慢一点点 编剧蔡博璋说 因为经过五年的岁月沉淀 她要诚实面对现在的自己 所以她修改了首部曲 请观众们陪着作品和蔡博璋一起成长 那我从今是什么样子 从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 从今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现在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台南人剧团推出Q&A连演 编剧蔡博璋演出因车祸而失忆的男主角 为了追选过去的自己开启了一段旅程 回为多年再演首部曲 她说经过时间的沉淀 对于原本角色的困境也有了不同的想法 我突然觉得这次再回来演这个 不能说驾轻就熟 但是我的心情是 反而比从今更放松 更自在 所以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流动是更自然的 2014年10月台南人剧团才刚演完Q&A二部曲 内容描述一对因为时代动荡 而被迫分离的恋人故事 为了让两部曲的调性能够更接近 蔡博璋在剧本上调整首部曲的节奏 在四年前首部曲其实是一个激进喜闹剧的节奏 那那个时候是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那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年纪的时间感 我觉得那个才是对的 那个才是唯一答案 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在看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说 那是什么 我就会困惑了 我反而觉得不是我喜欢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慢 因为节奏的改变 演员也调整了演出的方式 演员姚昆君就说 当初角色外放少跟进的方式 就要重新消化成比较内敛的演法 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用另外一种角度 另外一种态度跟精神 去说那些原来的文字 小姨 小姨 小姨你现在看起来 好天真 好平静 好安详 妈好害怕 妈 你在说什么 台内人剧团用接力演出 带观众一次感受Q&A 横跨时间以及空间 所带来的悲欢礼合 不认识